歡迎來到YOKI老師解題給你看 今天我們要做的題目是 作業三射的第二題 這是一個 有一個Skyler 它在一個平台上面跳出去 然後落到地面上 然後問這整個中間過程中 AirDrag讓它消耗了多少能量 首先我們先把這整個問題 畫成一個圖來看會比較簡單 它在一個離地面17公尺高的地方 所以很顯然這邊會有什麼呢 會有POTENTIAL ENERGY 然後我簡稱這個地方是A 所以我們這個POTENTIAL ENERGY是A 然後因為它跳出去有一個速度 所以也會有KINETIC ENERGY 那跳出去以後 在中間過程中 因為AirDrag會有阻力去阻擋它 所以也會消耗它一點能量 所以到落地的時候 因為這邊POTENTIAL ENERGY已經等於0了 所以這邊落地的時候有一個速度 所以會有一個KINETIC ENERGY B 然後會加上呢 這整個過程中的HIT 會產生一些HIT 然後呢 一樣 在Initial的地方 所有的能量加起來要等於FINAL這邊的所有能量 那我們把這個摩擦的能量算在FINAL這邊 那要怎麼算呢 我們就直接把那個HIT 就是一個等於 Initial這邊會等於FINAL 所以我們就直接 PEA A點的這些ENERGY加起來 減掉那個 因為這個等於0 所以減掉B點的KINETIC ENERGY 就是說HIT 那這算出來是14807JU 這題很簡單 我們就做到這邊 記得重要的觀念就是 反正TOTAL的ENERGY還是CONSERVATION的 CINETIC ENERGY